男人只要在夜晚吹响口哨 便能召唤出上万条黑蛇 可他却利用这项能力 来残害自己的母亲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做出如此违背人伦的事呢 男人名叫伊吹是一名海员 白天只要吹响口哨 他便能引来数千只飞鸟 通过节奏的变换控制飞鸟行动 每次出海时 他都会利用这项能力 让飞鸟撞击船帆 使船只的速度加快 银骨在看到后十分震惊 提醒他千万别在晚上吹 否则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不久后伊吹的船率先靠岸 船老大十分开心 准备升他为正式的水手 伊吹喜出望外 觉得自己能够独挡一面后 家人也会为他感到开心 甚至还专门给母亲买了礼物 希望能够收到对方的夸赞 开心的情绪也让他忘记银骨的叮嘱 不由自主地吹了牲口哨 可回过神来发现 并没有什么意外诞生 同事们也知道他开心便没有阻挡 伊吹开始放飞自我尽情吹奏 下一秒成千上万只黑蛇朝船只靠地 不久后船只出现密密麻麻的黑洞 整艘船发生大规模进水 最后沉入海底 但幸运的是伊吹通过小舟捡回一条命 母亲得知他的事后 不仅没有丝毫安慰 反而担忧他能否拿到工钱 就连伊吹送的礼物也是吃之以鼻 觉得还不如给弟弟妹妹们 买点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伊吹没有说任何话 只是将这些埋怨默默地记在心里 第二天家中开始出现各种破洞 铁锅墙壁地板无一例外 而那些黑蛇也跟了过来 父亲找到华爷医生帮忙 刚好银谷也在 两人急忙赶回男人家中 发现整个房屋已经被黑蛇占据 银谷告诉华爷这些是少谷从 会在海边的岩石上凿洞 然后生活在里面 还会发出类似风吹过洞中的哨声 听到后便会聚集到一起繁殖 繁殖太快就会侵蚀体质较差的人 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他突然想到先前遇到的伊吹 于是询问男人儿子是不是一名海员 得到肯定后银谷便知道 这肯定是伊吹干的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眼下还得先处理少谷从才行 只见他吹响携带的湿地后 成千上万条少谷从 立马从墙洞中钻出来 还爬上了银谷的身体 银谷利用笛声将他们引到海边 最后又通过烟对他们进行驱逐 等伊吹回家时母亲已经康复了 但伊吹的脸上却看不到任何效果 离开时银谷还专门提醒他别再吹了 可伊吹只是随口应了一声 不久后三人分开 可还没过几分钟 少谷虫就再次返回 银谷宇化也立马赶回去查看 少谷虫已经再次侵占了房屋 而伊吹的口哨声还在不断响起 银谷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再这样下去他母亲会死的 可伊吹觉得 对方根本就没有亲生母亲的样子 无论他怎么做都不能让父母满意 与弟弟妹妹的待遇也天差地别 这对他来说不公平 在这种的家庭生活实在是太憋屈了 银谷告诉他 食笛的用途是让虫回到原本的地方 可有些虫师却用他别有所图 结果被引火烧身 还牵连身边的一切 他也一样 一旦害死自己的母亲就无法回头了 虫有虫的意愿 如果按照自身的意愿 强行扭曲他们的意志定会遭到暴力 所以他希望伊吹能够三思而后行 想明白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伊吹看着手中的礼物 内心陷入了纠结 银谷告诉他 他白天召唤的鸟蜂虫 其实是少谷虫的天敌 只要他白天吹响口哨母亲便能康复 但伊吹如何选择 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然而天刚亮一吹就吹响口哨 父亲在听到后骂他没有良心 母亲病重他不去照顾 反而吹口哨打磨时间 简直是不可理喻 伊吹没有解释 含着眼泪继续吹响口哨 很快数千只飞鸟再次出现 如狂风一般席卷整间房屋 屋内所有的哨骨虫都被他们吞噬殆尽 看着一片狼藉的家 或许这样的结果 才是伊吹最想要的结局 既就活了母亲 也摧毁痛苦不堪的回忆 此后伊吹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岸边依旧能够看到 无风而始的船只